ID全播报信息互讯早知道 今年的谷歌IO开发者大会将于5月7号 在加州的海岸线原型剧场举行 确实包括谷歌手机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一等公司高管将登台发表演讲 今年谷歌IO开发者大会的特别之处在于 谷歌将会发布两款国内买不到的404手机 Pixel 3a或3a XL 这两款手机在相机性能上与旗舰手机Pixel 3基本相当 在处理器 机身材质等方面小砍一刀 例如玻璃机身变成塑料 移除无线充电 我怎么感觉谷歌卖这两部手机主要是为了秀自家的算法有多厉害呢 据悉Pixel 3a起售价为399美元 Pixel 3a XL起售价为479美元 终端机讯来说有点小贵 伴随新手机来的还有Android Q的完整预览版 提升用户对程序的隐私控制 夜间模式也将到来 看来苹果和谷歌还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另外就是开始适配折叠屏手机 说明谷歌内部也是认可折叠屏手机的发展方向 除此之外 谷歌有可能会在大会上公布云游戏服务 Stadia更多细节 之前的GDC大会上 谷歌并没有提到诸如订阅费用等关键细节 这次大会 谷歌应该会再进行更多的演示以及介绍 不过也有可能会等到一三展再聊 所以国内类似的云游戏平台什么时候才会露面呢 至少出来公布一下计划和进展 最后 测试我们用不到的谷歌数字助理 和全自动PS的人工智能分析工具Google Lens 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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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Q